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8月10日 警方國安處昨天又出動 拘捕了兩個社交平台群組的管理員 涉嫌干犯作出煽動意圖的行為罪 多次透過社交平台送 群組發布具引起或加深香港不同階層居民之間的 惡感和敵意的煽動意圖貼文 這些就是官方的用字 究竟指什麼都不是很清楚 媒體引述一些消息 開明說被捕人士 男子是公務員secrets Facebook專頁的管理員 分別是28歲的民政事務總署民員 和29歲的政府資訊科技總署辦公室 裏面的一個系統分析主任 這個專頁在網上 在Facebook都有16萬人like 可以這樣說 都是一個窗口 一個窗口可以了解一下公務 他們的一些心聲 或者一些白白怪怪的東西 這個專頁被消失 現在18萬公務員 對這個消息 這個拘捕 這個專頁沒有了 怎麼看呢 是不是說做得對 做得好 還是說不滿 無奈 或是憤怒 已經沒有了窗口 其實都很難知道 感覺是怎樣 但是出動到國安官員 我想公務員 無論是私下 在辦公室 茶水間 吹水 或者在一些社交平台 可能更加就住就住都不定 唯有沉默 或者消極先說一些不滿 說要建立一支健康具活力的公務員團隊 難上加難 這個公務員secrets 專頁叫做secrets 秘聞 但是實際上 這個專頁都幾公開 很多人都看 上網上Facebook就看到了 前警隊的高層 現在就是公務員學院的院長 郭壬樹 之前也接受訪問的時候都說 自己有看過這個公務員secrets 這個專頁 了解一下公務員的一些看法 說都是說些什麼人 濫權 詢詩之類 認為大部分的內容 質素未必足以影響一些政府的決策 他有這樣的說話 知道發生什麼事 就已經很足夠了 但是現在要知道都容易 公務員secrets 每天都有很多貼文 之前 當中也有些對其他同事的慎 也有些批評一下政府的政策 又例如早前也有些批評 一些同事在辦公室煲湯 少少搞笑 但是其實也挺貼地的 同時也有些公務員 以一些專業的知識 向公眾講解一下他們做事的手法 一月的時候 曾經有一個自稱是移戶處的職員解釋 由於技術上難以為倉鼠做隔離 政府唯有最妥善的方法 只能是人道毀滅倉鼠 大家都記得當時疫情 要人道毀滅倉鼠 很多人都有很多意見 但是至少有一個說法 還是一些第一手的解說 這些其實往往 公眾會更加容易去接受或者信服 那些官員為什麼不要好好利用這些平台 由於直接在地上處理那些事的人 有時說回一些工作上的事情 不是公眾更加容易入耳嗎 專業當然也揭露過一些 涉合公職人員行為不當 或者一些公民部門失當的事 最近一宗就是7月31日 揭露過有一個軍裝警員 涉嫌當值期間在半公康的地方 睡覺放下槍 事後警方就重視了 展開紀律調查 據聞這個警員已經辭職了 會不會跟進就不知道 這個案件當然警隊很尷尬 就是上班突破 不但睡到窗都掉下了 就是9天之前 昨天警方國安處 拘捕這個平台的管理人 時間上就極為巧合 容易就令人有些聯想 是不是有關呢 公務員事務局回應傳媒查詢的時候 就說公務員有責任 在沒有授權的情況下 不應該向外透露一些工作上的機密資料 不知道什麼叫機密資料 是不是煲湯都是機密來的呢 就是說政府很重視公務員的品行操守 如果有個別人言涉嫌違法違紀的話 就一定按既定的機制嚴肅處理 現在這個個案 國安處就只是說涉及一些煽動意圖 似乎又不關涉物 或者公務員操守 如果操守的話應該內部調查 涉物就有相關的法例 就出動到國安處都相當之重視嚴重了 這個專業其實說的 基本上都是說一些公務員的甜酸苦辣 有些是正經有些是八卦 有些是是是非非的 實際上有些也點出了一些制度 他們工作程序上的不足的地方 也都有看到一下公務員 整個官僚架構裡面 很多人事上或者工作文化態度等等的一些弊端 你有個渠道給一些公僕宣洩一下 申訴一下 或者是拿出來放上桌講 管理層都好像前警隊那位高官說了 可以透過這個地方 一個窗口掌握一下拔拔 其實是好事來的 過去之前有人提到 這個平台群組影響公務員軍心士氣 要求捉鬼 這些人其實是否自己都心中有鬼呢 官員經常掛口的兩句說話 一句就是港人眼睛的雪亮 第二句公道自在人心 官員也常常說樹大有枯枝 當然越大的部門 越多枯枝越多垃圾 公務員違法違規 都很難說絕對清零 最重要的其實就是高官高層 正視這些情況 公平合理有透明度去處理這些個案 這樣的話公眾自然對政府有信心 現在國安設未交代公務員secrets 即這個案件 現階段不應該 也很難去評論一下 但是假如說這些個案是涉及 有些個案是涉及煽動公眾 對政府或者個別部門的一些惡感和敵意的話 其實可以這樣去看看 一個專業的網 即專業的一個威力 給一場高官出席的一個熊門生日派對 疫情期間爆發前夕 一張當席警員睡到相當軟的照片 又或者前特首林鄭月娥一句就說 不會跟香港人自協 或者一個市民普遍都感覺到的了 香港有這個地產霸權 以至於大大小小抗疫也好 那些施政的混亂相比之下 究竟在香港不同階層居民之間 加深惡感和敵意的是哪些人呢 今天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的繼續支持 拜拜